又如群义论 为别国人民 命极长远 纵定凡夫 缓如便宜 就近臣服 啊 这里就够八户 将纵定凡夫 了分端生死 而如便宜生死 这是书 修修 祈托法门 啊 了托 分端生死 指什么人 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突离流到轮回了 神道四身发解 神问 研究菩萨佛 设法解 出不了设法解 为什么 便宜生死 他虽然没有 身体啊 都一段一段 一时一时的 这种现象 没有了 他还要苦修 慢慢往上提升 向上提升 这叫便宜 从阿罗汉 变成辟之佛 从辟之佛 变成菩萨 菩萨结尾 有三十个 是诸 是行 是回想 啊 要到处 处地 明信见信 才能够超越 是法解 往生 是宝徒 这个世界 长啊 要论结算 不是容易事情啊 是盖森极乐 见佛文法 一切实处 皆是真生 无有退远 寿命 佛有无量 故不论根气如虎 凡往生之 必定称佛 称之为尽宗 尽土地得 良有义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啊 同学们 你们如果真的 真心 真愿 人生西方极乐世界 好大的福气啊 人间天上找不到啊 啊 你的福气 佛报啊 比转轮神王大 比大凡天王大 比摩西首楼天王还大 比阿罗汉 辟知佛多大 不要小看自己啊 就是真心切愿 一心求生进度 你的智慧 你的福报 有超过前面所说的 有超过前面所说的 真正不过死 《诚义论》里头这几句话 说得好 念了最后的结论 说得非常清楚 往生极乐世界 见佛万法 特别是 一切是 在极乐世界生活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都是真伤 帮助你向上提升 啊 寿命又无量 啊 所以 不讲求根气 上根 中根下根 都无所谓 啊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像前面 十二院所说的 定辰证据 这个语气都肯定 啊 决定 成 证据 这个证据 是无上证的证据 《华言经》上所说的 厌局如来啊 上面没有了 是删到大肆 把五个真实语言 第一个就是定辰证据 你还怀疑什么 那再怀疑就是 你没这么大的佛宝 你没智慧 没看清楚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